大台北地区的血液库存量是不到5天了 尤其是O型血不到安全库存的一半 上个星期是面对了空难增加了用血的需求 再加上低温特报血库告急 因此金树基金会来举办了卷血活动 呼吁民众要卷血相助 天气能血库存量不足 加上复兴空难救助急需血液 金树基金会随即在综合成功路上与卷血中心合作 号召热血民众兼血 为了鼓励更多心血加入 金树基金会董事长张福源率先带头婉秀捐热血 原来的兼血的人出来兼血 那我们希望说办活动 希望有一些没有兼血的人还可以走出来 所以我们办兼血活动是 还让他继续延伸做慈善 同时你也可以 我们基金会也希望说 你来兼血 那我们还捐了捐血带给捐血东心 捐血不是只有你救人一命 你还可以做很多事 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 这一场捐血活动在农历年前举办 金树基金会除了鼓励民众踊跃捐血之外 也特别和中和一分局合作 向民众宣导预防诈骗 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代载肥扬 春节快到了 那诈骗集团啊这个蠢蠢欲动 那如果民众有接到这个不明的电话 或是要求您在电话当中制作笔录 或者是提供这个账号 或者是提供账户内的存款金额 那个都不是所谓的这个警察官 或是警察机关要求你做的 这个九成应该都是诈骗的电话 那如果有接获这个不明的电话 也希望赶快把电话挂掉 然后这个拨打165反诈骗电话 来做求证 金树基金会提醒民众 目前各型血库的库存量 都低于7天用量安全水平 用量最多的O型血只剩3天 捐血中心也要准备农历连续10天 假期血液安全库存量 需要更多有心人投入捐血行列 中嘉新北新闻中和采访报道 中嘉新北新闻中和采访报道